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梁讲电影,我是小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奇幻剧情片《真爱戒指》 电影主要讲述了一枚神奇的戒指 只要戴上它就能检验真爱 而小伙刚把戒指戴到新娘手上 新娘却突然间消失不见的故事 故事很精彩,想检验真爱的小伙伴 记得一定要看完哟 男主胡子书是个古董收藏家 这天他花费巨资收购了一个明代的鸡缸杯 这下可赚大发了,一时间开心到不行 第二天他去参加了老邻居王姐女儿的婚礼 因为王姐一家早年移民加拿大 至今已经有20年了 这次要不是他女儿结婚 胡子书都快把她忘记了 来到婚礼现场,王姐热情的把她迎了进去 简单的寒暄几句之后,婚礼就开始了 在牧师的主持下,新郎和新娘开始交换戒指 大家也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戒指上 可是随着新郎把戒指带到新娘的无名纸上 新娘却突然间消失不见了 这什么情况呀 瞬间所有参加婚礼的宾客都被惊得张大了嘴巴 第二天王姐来到了胡子书的家中 并且还把婚礼上的那枚戒指带了过来 他说这枚戒指是自己家组成的宝贝 但是没想到却是一个不祥之物 因为婚礼搞砸了 他不想再看到这枚戒指 于是就把戒指交给了胡子书暂为保管 以免得自己的家人触紧生情 徒增伤悲 胡子书看王姐说得很真诚 于是就答应了他 正说着胡子书的女朋友大漂亮打来了电话 原来是女友给他准备了好吃的 胡子书听后一脸幸福 挂断电话后 他还主动和王姐聊起了自己的女友 看着他的女朋友很年轻也很漂亮 于是王姐就好心提醒他 现在的小姑娘只看钱的 让他小心别被骗了 胡子书听后笑而不语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很快午饭的时间到了 此时门铃响了起来 胡子书打开门 原来是女友拎着一大堆东西来给他做饭来了 不得不说 胡子书真幸福呀 找了一个这么漂亮又贤惠的女人 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吃饭的时候 女友跟他提起了一件事情 因为女友是律师 最近碰到了一个拆迁的客户 而且这个客户是古董收藏大家 女友劝他去看看 说不定能逃到一些好东西 胡子书听后有点心动 于是在饭后就出发了 他来到了女友说的那个地方 敲开门后 一个老太太把他迎了进去 老太太说自己家以前是个当铺 收藏了不少的好东西 为了测试老太太说的话是否属实 胡子书就把王姐寄存在自己这里的那枚戒指 拿给他看看 真假 谁料老太太刚刚看到这枚戒指就大惊失色 而且还一边摇头一边摆手 她说在自家当铺见过这枚戒指很多次 这枚戒指叫做真爱戒指 凡是戴上这枚戒指的人 必须是因为真爱 否则就会受到戒指的惩罚 从此消失于无形 胡子书听后又联想到王姐女儿的婚礼 看来这枚戒指是真的有某种魔力 于是她在心里暗暗开始了一个计划 第二天晚上她去参加了女友的高中同学聚会 聚会当中大家聊得很嗨 而胡子书也当即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 她说自己将会在下个月迎娶女友大漂亮 大漂亮很惊喜 一时间开心到不行 而简接着 胡子书也把这个消息发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请大家在下个月出席自己的婚礼 最后她又带着女友开始挑选婚纱 婚戒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而胡子书也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不能自拔 不过胡子书提前留了一个小心思 她用王姐寄存在自己这里的那枚真爱戒指 调换了自己购买的婚戒 想要以此来试探女友对自己的珍惜 很快婚礼的时间就到了 在牧师的主持下 胡子书拿着那枚真爱戒指 然后缓缓的把戒指带到了女友的手上 而女友并没有消失 看来女友对自己是真爱 胡子书一时间感觉很欣慰 好像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最后她一激动就喝大法了 就这样迷迷糊糊的睡到了天亮 进来后她却发现新娘不在身边 而且很快她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家里好像禁贼了似的 所有的抽屉衣柜等都被翻遍了 她不停地呼唤媳妇的名字 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回答 于是她急匆匆地来到了自己的收藏室 这才发现自己收藏的鸡钢杯不翼而飞了 取而代之的则是那枚所谓的真爱戒指 直到这时她才明白自己是被套路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漂亮设计的 她想方设法地接近胡子书 骗取胡子书的信任和感情 最后还用真爱戒指做掩护 在婚礼上使出了偷梁换柱的毒计 目的就是盗取胡子书手中的明代鸡钢杯 不得不说 这女人的心真是太歹毒了 第二天不死心的胡子书 又来到了大漂亮家的附近寻找 从老街坊的口中得知 大漂亮其实就是王杰的女儿 而她们母女俩都是古董贩子 至于那枚真爱戒指吗 其实就是大漂亮在路边摊逃来的 而胡子书呢 她不仅没有报案 反而一脸的轻松 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过来 原来她收藏的那个所谓的明代鸡钢杯 其实也是在路边摊逃的 价值不过十几块钱而已 看了这部电影 小梁感觉很搞笑 因为看这部电影就像看三国似的 瞒天过海 欲擒故纵 抛砖掩浴 浑水摸鱼 偷梁换柱 暗渡陈仓 甚至是连美人计都用上了 一本三十六计 一下子就用了一小半 看那小梁是心惊肉跳 不得不说 城市套路太深了 看来我还是回农村吧 其实是片中的胡子书的话 你会用什么办法破局呢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或者点击下方的关注哟 我是小梁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者想要的优质电影资源 就私信告诉小梁吧 小梁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小梁的话就订阅我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哟 小梁在此谢过了 摩摩哒 我们下期再见吧